香港脱口秀始祖黄梓华 3月23日在香港土瓜湾出席车展活动 早前黄梓华在今年7月 即将举办的17场脱口秀海报正式公开 不过他给脱口秀的名字取为金盆兰口 金盆洗手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吧 那金盆兰口岂不是代表 这就是黄梓华的收山之作 实在叫粉丝有点担心 那个不用担心那个是真的 那个叫做普通话怎么讲 就是瘦口或者是就那个意思吧 就是就好像金盆洗手一样 就是那个意思 是真的这一次是最后了 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清楚的说一次 这一次是真的 在我的打算是真的最后一次了 其实这个我应该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为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要说的东西可能还是在表演台上讲吧 如果我开记者招待会的话也就是开了 各位我收收怎么说呢 我就是洗手了就结束了那也没什么意思 黄梓华每次开脱口秀都是一票难求 这次也是虽然还没正式的开卖 但听说内部的认购票已经非常紧张 不过黄梓华就叫大家不用担心会预留足够的票 给大家在公开发售时购买 其实梓华神你就算留多少票还是不够的呀 还是加开几场最实际 应该会的吧 如果这个反应好的话 但是你说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 其实不一定应该为了最后一次就经常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以前都喜欢我的表演的话 但是没有看过 这次就真的应该来了 因为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就是好奇的人 如果你纯粹是好奇就不要来了 其实无所谓 真的让一些真的很感兴趣的人来吧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